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9月10日 今天哈里斯和川普进行了辩论 在哈里斯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衔人之后 我就在期待着这一场辩论 而且我说了,因为哈里斯是职业的检察官 而川普是一个重罪犯 所以这场辩论就相当于一个检察官在审一个重罪犯 那么随胜随负,这个是意料中的 而且肯定是非常好看的 哈里斯的特长就是在善于辩论这一点 他最初引起我的注意就是因为他当参议员的时候 在听证会上咄咄逼人的去谈论那些获得川普提名的高官和大法官 所以我当时我就说这个人以后是可以当美国总统的 那他以前的几场辩论也非常的出色 比如说2020年副总统的辩论 他跟彭斯的辩论也是全面的脸压彭斯的 因为作为职业的检察官 是要在法庭上跟辩护律师辩论 所以就长期就受到这种停辩的训练 这样的话我就很善于在辩论中怎么样抓住对手的弱点 口才也会非常的好 但是你像跟川普这种满嘴谎言的骗子 辩论就存在着一个问题 因为像这种骗子他假话张嘴就来的 那么你如果说要去反驳他 那就要花很长的时间 因为要讲假话太容易了 一个人只要说不要脸 讲假话一句话就够了 他不需要有任何的事实的支撑的 但是你要说那是假话 就要花很多的话来解释为什么那是假话 而且往往还需要拿出数据 拿出出处来来说那是假话 这样的话如果说一一的去驳斥 他们的假话的话 那么就没有别的时间来说自己的主张 也没有时间来反击对方 我以前跟很多很多的骗子 各行各业的骗子 那些中医的骗子 那些反转基因的骗子 那些搞特意空人的骗子之类的那些大师 我跟他们辩论过很多次 我的体会就是 你没法把时间花在一一的去驳斥 他们说的假话上面 能够做的就是重点地驳斥 他们里头的那么一两条 两三条的假话 然后告诉人家 这个人是满嘴谎言的 所以他说的话都不要轻信了 那哈里斯他这一次的 辩论采取的就是这种做法 有媒体统计过 在这次的辩论中 川普总共是讲了33次的假话 那么哈里斯都不可能说 一一都去驳斥 所以他重点就驳斥了几条 而且一开始就告诉人们 在这次的辩论中 川普就是会一直在说假话的 然后就重点驳斥几条 让人们知道 这个人就是满嘴谎言 你只要是普通的人 不是那种川粉 都早就知道 川普就是一个满嘴谎言的骗子 对他说的话是不能轻信的 那哈里斯你只要挑出那么几条 假话重点驳斥一下 提醒一下人们 川普还是这种人并没有改变的 那就够了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争取 川普的支持 他需要争取的 是那些所谓的中间鲜明的支持 那就可以了 所以他这一次的表现是非常的好的 至于川普 那表现是非常的糟糕 一比的话那就很糟糕了 他相当于就是把辩论当成了一个竞选的演讲 就把他在那些竞选集会上说了无数次的那些陈词滥调 又拿到辩论上面去说 那这个跟集会是不一样的 竞选集会都是支持者 他怎么说 没人会去反驳他的 而在辩论上去再拿出来 又是满罪谎言的说 不要说会糟糕 哈利斯的反击甚至 连主持人有几次都看不下去 都必须要澄清 然后变成了是川普跟主持人 吵起来 哈利斯在一边看笑话 所以整个的结果就是意料当中的 就是哈利斯前面的点压川普 每次总统辩论一结束 CNN都会做一个民意的调查 这是科学的民意调查 能随机抽查的 不是那种网上的 那种不科学的投票 那这民意调查的结果呢 就表明的确是 大部分人认为哈利斯赢 63%的人认为哈利斯赢 37%的人认为说是川普赢 当然那37%的人 就是那种铁杆的川粉 那不管川普说什么 都认为他是赢的 这也不是说CNN会偏向民主党这一方 那不是的 因为上一次的总统的辩论 就是拜登跟川普的辩论 CNN之后做的民意调查的结果 就是67%的人认为是川普赢的 所以他并不是说偏袒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当然了 你说这种总统辩论 谁输谁赢 是主观的一个判断 我刚才说了 不管川普表现怎么样 他的铁杆粉丝都认为他是赢的 川普本人更死了 辩论一结束就宣布 他大祸全身说 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都表明他赢了 说90%几的人认为他赢了 或者80%几 70%不停地报数字 随口就来的 因为这种人就是一个骗子 随口就报一个数字出来 但是我想对于中间的选民来说 应该是认为说哈利斯是赢了 那么对总统选举究竟会有多大的影响 那也未必 从历史来看 总统辩论对于大选的影响非常小的 绝大部分的总统的辩论公认的 对于大选的结果是没有影响 有影响的话也是很小的 但是这一次的大选因为双方咬得很紧 不相上下 那么即使说哈利斯能够由于这一次的总统的辩论 能够争取到一小部分人的支持的话 那还真有可能就影响到了大选的结果 但不管怎样 现在还是不知道的 他究竟能不能赢得大选 现在也还不知道的 但是在历史上 哈利斯曾经有一次辩论的确 对于他赢得那一次的选举 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可以说是他的政治生涯当中 最重要的一次辩论 州长是共和党的阿诺 但是阿诺已经连任过一次了 所以不能再当州长 这样州长这个位置就要空出来 布朗他就要去竞选州长代表民主党去竞选州长 这样的话 这个检察长的位置也就空出来了 他不庆线连任 哈利斯就跟不少的民主党的候选人竞选 因为好几个民主党的候选人都想来当检察长 哈利斯当时是旧金山的检察官 所以民主党党内出现的结果 他是已获得三分之一的选票出现 所以票数也并不是说很高 因为当时他出了旧金山 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 没有这种全州的民生 共和党那边就不一样了 共和党的候选人是洛杉矶的检察官 洛杉矶大家知道是民主党的地盘 但是既然是由一个共和党当检察官 而且长期有他当任 这个人叫做库里斯蒂夫·库里 一个民主党的地盘 一个共和党既然能够长期的担任检察官 就说明了这个人的确是被认为干得不错的 他办了一些大案 要案都是涉及到腐败的案子 轰动一时 所以他在整个加州是有名望 而且在洛杉矶 人气也很旺的洛杉矶 是加州第一大城市 他们的票仓是在那里 另外那个时候 加州还不像现在这么难 像阿诺共和党的人当州长的 而且关于检察长 因为他是主要要负责治安的 很多人都认为说 在怎么样处理治安问题上 认为说共和党要比民主党更狠 所以很多人反而对于像检察官 检察长这种位置 会倾向于投票投给共和党 所以当时哈里斯跟库里竞争 是处于劣势 当时洛杉矶时报做过民意调查 库里是领先了哈里斯有五个点 那到十月份的时候 哈里斯他手上的这些竞选军费 剩得很少了 就剩八十多万美元 就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 那刚好呢 在十月十号 有一次检察长候选人的辩论 那是唯一的一次辩论 辩论是在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法学院的模拟法庭 进行的 这种辩论没有什么人关心的 现场的听众很少几乎没有 是空的 电视也不会做直播 只是几个媒体记者的自得其乐了 就是有几个媒体记者在那里 当主持人来提问问题 其中有一个人就问这个库里 问到了一个问题 是当时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是领双分钱的问题 这什么意思呢 加州的公务员 你只要当了五年 然后五十岁了 就可以退休 然后领退休金 当然如果干的时间越长 那年纪越大 领的退休金也就会越高 那很多这种公务员 他到了一定的年龄 其实年纪还不是很大 五十多岁 然后我就退休了 退休之后 他也不是真正的退休 他就去干另外一份公务员的工作 这样的话就可以一边 领原来的退休金 一边又拿工资 这样就相当于拿两份的工资 就拿了两份纳税人的钱 所以当时这个问题 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就认为说这个太不公平了 那么库里当时就面临着这个问题 库里他当时是洛杉矶的检察官 洛杉矶检察官的工资是非常的高的 一年能够拿到快三十万 然后他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 如果他不干的话 能够拿到的这个检察官的退休金 也有二十多万 那么他如果在选举当中获胜了 去当州的检察长 工资比较低 比洛杉矶检察官的工资要低得多 只有十五万 如果他既拿这个检察长的工资 又拿那个检察官的退休金的话 那加起来就四十万 所以当时有一个记者就问到了 这个问题 说你如果当选了州的检察长 你是不是要拿双份的钱 是不是你不放弃 这个退休金 还要继续拿退休金 然后这个库里呢 就毫不犹豫的说 我当然要拿 这是我正来的 本来到此锤子就好了 结果他还补充说 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拿 他说因为那个检察长的工资太低 低得离谱 所以我必须用这个退休金来做补充 那记者就问哈里斯 你对此有什么评论 哈里斯就哈哈大笑 就是那种标志性的大笑 川普共和党经常在嘲笑他的那种大笑 然后他说你正来的 你去拿吧 当时在现场的哈里斯的团队的人 就认为抓住了一个攻击的机会了 就把这个库里跟记者的那一段对答 就剪成了一个视频 那个对答很短的 总共才30秒 就做了一段广告 就是这拿着30秒 没有加任何的加工 就拿着30秒 然后最后就加一句话 一年15万美元还不够吗 大家要知道 在当时2010年 加入一个家庭的收入平均来说 只有7万多美元 那么你当一个检查长 年薪有15万美元 库里既然还认为说 这低的离谱 所以这个不就是很容易引起重怒 那么他们就认为说 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攻击点 但是现在面临着的一个问题是 哈里斯的经费快用完了 我刚才说了 他就剩80多万美元 而且其中还有10万美元是借来的 哈里斯本来的计划 想把这80万美元用来发宣传自己的广告 但是那样的话 就根本就没有钱去发攻击库里的广告 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取消了原来要宣传自己的广告的计划 决定了把所有的钱都砸来 用来播到电视上去播 关于库里的那段广告 而且他当时剩下那一点钱的话 没法在泉州的范围内去播这条广告 所以他又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只在库里的老巢 洛杉矶去播这条广告 而且是在电视上反复的播 所有的钱全部都砸在洛杉矶去播这条广告 这样到11月2号大选日那一天 开票的结果 库里意料中的一路领先 当时第一天开票 领先了哈里斯是有八个点 那么剩下还没开的票 主要就都在大城市 主要就在洛杉矶 那人们意料中 说你这个洛杉矶是库里的老巢 那肯定是赢了后面开的票 主要可能都是库里的票 所以当时媒体就宣布 库里已经当选了 结果第二天 洛杉矶人票都绿绿开出来发现了 哈里斯追上来了 而且开始领先了 这个时候媒体赶快就撤回来了 就说还不知道谁胜了 库里本来是准备在第二天 就发表获胜人说要搞一个大party 来劝劝自己 获胜人也把这个party给取消了 然后就两个人就一直在僵持着 一直是过了有二十天 这个时候才知道 哈里斯这个领先 虽然领先不多 但是库里已经不可能赶上了 所以是过了二十天 库里才认输了 最后的结果 哈里斯只是比库里领先了0.8个点 这个是加州历史上 州纪的玄机 两个人差距最小的一次 也是共和党在全州的选举 最后一次差点又获胜 以后就免有了所有的 这种州的这些官员 全部都是民主党 就当来那样 到后来呢 加州越来越难 共和党就成为了永远的上述党 那么在这一次 为什么哈里斯会反败为胜 公认了 不只是说哈里斯这方这么认为 库里那一方也这么认为 还有记者们 媒体也都这么认为 就是因为那一次的辩论 库里说的那一段话 得罪了 选民了 有一个民意调查 就是在那之前 库里在洛杉矶 是领先哈里斯十个点的 但是呢 最后投票的结果 哈里斯在洛杉矶 反超了库里十六个点 那么就是主要的 就是因为他那一段广告 起到了主要的 当然也是因为哈里斯 他政治敏感性非常的好 敢于把所有剩下的钱 全部都砸下来 就在洛杉矶播他这条广告 那么如果没有那一次辩论 哈里斯很可能 是当不了检察长的 那么他很可能就是一辈子 当旧金山的一个检察官 就很难说在政治上 有进一步的发展 就不太可能说 以后再去当参议员 再去当副总统 现在呢 又有可能当总统 所以那次的辩论呢 可以说就是 哈里斯的政治生涯当中 最关键的一次辩论 是他的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